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先来关心严肃的气候议题 7月全球均温创纪录 全球海温也续连是4个月破纪录 气象专家认为这是一个提醒讯号 是什么呢 我们请记者李作恒来说明 好 观众朋友今天在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呢 因为确实在今天依旧是像这样的红番薯 在中午的时候气象局发布的 高温特报当中 云林是橙色的警戒 而黄色警戒也有4个县市 是台北市花莲县 高雄市和台东县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外出的时候 当然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 以免热伤害了 但是其实这样的状况 也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因为在全球今年真的是 面对到非常炎热的天气 今年7月份就创下了 174年以来最热的记录 这个比起长期均温15.8度 已经是高出了1.12度了 那么海温的部分 也是连续4个月创下了新高 气象专家贾欣欣就说 这其实是一个提醒的讯号 怎么说呢 因为地球发烧和圣音现象的影响 全世界的温度 很可能都要破记录了 而未来的10天 我们要特别留意午后西北雨天气形态 也就是说如果出门 还是要记得带上雨具了 而降雨也会集中在中央山脉习 极端气候引发全球天灾不断 美国加州在21号这天 遭遇三项天灾夹击之外 在北一点的华盛顿州 也从18号开始出现 野火延烧超过8000多公顷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而这起野火也越过了边境 延烧到了加拿大 目前已经撤离了上万人 巨洪火光伴随呼啸逢声 加拿大野火没完没了 西部碑尸省进入紧急状态 夜晚距离温哥华以东 约300公里的湖畔区 大火连成一线快速包围逼近 附近马路也严重回堵 因为加拿大当局扩大撤离通知 就怕时间再晚会错失逃难时机 由于加拿大5月起 就陆续爆发野火灾情 消防员压力报表 受访时一度雨带哽咽 同一时间加拿大总理杜鲁 倒却是罕见动怒 因为加拿大先前 通过网路拒搏为新闻付费的新法 偏偏脸书母公司拒绝付款 本月起禁止加拿大用户 透过脸书及IG浏览新闻 对此加拿大总理痛批脸书 形同金钱至上根本罔顾着命 野火不分国界 美国华盛顿州也受到影响 有民众在灭火后重返家园 看到的却是整片被毁掉的废墟 名为灰火的华盛顿州野火 其实上礼拜五才爆发 却在短短时间烧掉 4000多公顷面积 火蛇延烧之快 和夏威夷野火有得拼 而夏威夷野火过后两个礼拜 还有大批居民找不到亲人 当中有人只能以传统的方式 沿途张天寻亲启事 但他们多少有心理准备 将提供DNA比对身份 就一美国总统拜登和妻子 急而亲自到夏威夷勘灾 他特地选在幸存的 百年老树旁为灾民打气 但居民最关心的是 救灾金的使用方式 呼吁绝对不要优先土力财团 夏威夷野火当下 另一段消防车冒险穿梭画面曝光 有些证实也经不起大火 最终烧成骨架 镜头转到欧洲 此时此刻西班牙也同步 面对野火灾情 但在凶猛火舌中 消防员显得渺小 西班牙总理则是 祈求天气帮忙 否则光靠人力 真的很难控制大火 而在希腊也有一批野火灾民 无言望着远方回不去的家园 这里也是因为 强风干燥 火势蔓延 异常迅速 另外意大利和法国 也迎来新一波热浪 法国南部四个地区 又发布最严重的 红色高温预警 目前法国南部 已经有地区标迫40度C 极端高温 眼然成了欧洲 今年夏天的新常态 野火在全球肆虐 最惨灾情是夏威夷的贸易岛 两个礼拜过去了 但真正的死亡人数 仍未明确 有专家说要确认 离难者身份 恐怕得长达数年的时间 再交给作恒 好 再一下威夷的一场野火 是造成多人的死伤 而现在说是这个野火灾难 已经是将近一周的时间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离难者 他们没有办法确认身份 我们看到 现在确认死亡的有上百人 但是失踪的人数 大约是有1300人 也出动了20的搜寻犬 希望说可以持续找这些人 所以确认的死亡数字 会来到多少 目前都还是要打上问号的 而其实要找到这些 他们的人的身份 是比较困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受到资料毁损的影响 再加上没有办法确定 这些遗骸的状态 是不是还是比较完整的 在收集样本的部分 目前来说还是对这些搜救人员 来说是最困难的 当然这个程序 从找到合适的样本 辨认清楚之后 还要建立数据库 是非常花费时间 也会非常耗力的 那么就有这个鉴定专家说 可能至少需要好几个月 或好几年才有办法 我们就看看过去的案例 像是这个格兰菲塔的大火 总共是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才比对出72位罹难者 另外是在911攻击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 已经过了这么久时间了 只有40%的人 现在是还没有确认身份的 中国大陆最近经济动荡不安 但这时习近平却飞到了南非 来参加金砖峰会 这被认为是在转移国内的 经济危机焦点 因为这些困境都不能阻止 习近平想要将世界秩序 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目的 但市场还是最担忧 会不会路板的雷曼时刻 即将引爆呢 我们持续交给左衡 好 现在很多的 中国大陆投资者 他们很担心 会不会变成是 路板的雷曼时刻呢 因为从这个碧桂园 也是中国大陆房地产巨头 那么陷入财务困境之后 那么最新的是中融国际信托 又说投资失利 他们主要是为了很多的房产开发商 来提供融资 但是近日没有偿付的钱 总计有1400万美元的利息 以及本金真的还不少 它其实是隶属于中职企业集团 如果未来偿付的话 违约问题扩大 这担心的就是恐怕会波及到 其他的行业 投资者现在非常担心 他们就直言说 这个令人担忧的雷曼时刻 已经在对他们招手了吗 那么投资者也说 对大陆的房地产开始出现疑虑 连带影响的 就是股票跟债券的价格 是往下滑的 所以现在俨然是 中国大陆房地产业 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 野村报告又提到说 现在这样的下行风险 可能会导致数十家的开发商 因此是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 疫情解封之后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第二次踏出国门 就是远赴南非约翰尼斯堡 参加金砖领袖峰会 拉玛福萨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天头还没有亮 南非总统做足礼数 亲自迎接贵客 还为习近平举办盛大的仪式 接封洗尘 当前 中央全民战略国关系 已经步入黄金时代 双方要走迷护正义的全球活动 我们要加强 赞而协助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习近平也收起战狼姿态 全力拉拢金砖国家 大陆还公布了金砖峰会的宣传影片 这个声音好熟悉 在国际合作中 我们要注重力 更要注重力 原来是习近平亲自配音 但是对他更有利的是 涵盖全球经济四分之一的金砖国家 十多年来可能出现 首度的大规模扩张 印尼还有多个国家 都想排队加一 中国在背后主导金砖扩张 是出于政治跟经济考量 不仅要跟美国主导的G7 分庭抗礼 更是习近平突破西方围堵的过墙梯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充满 the economy it'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litical support for president xi decouple de risk diversify whatever d word you'd like to use all of them involve reducing western dependence on on chinese suppliers and so the brics countries could become a substitute for western markets and it's also going to be beneficial to xi jinping himself as he further cements china'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is grouping but remember he also arrived in south africa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its strongest headwind in decades 只是中国的经济困境源自内部不是靠吃金砖红利就能够解决的第二季的gdp成长低于预期 疫情之后复苏熄火越来越多学者都同意中国经济奇迹迈入全剧中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上薪资上涨 导致出口产品失去了竞争力技术也比不上高科技国家附加价值低 经济成长陷入停滞现在大陆的生育率非常低落 劳动力跟着萎缩导致生产率低下内需消费不振 如今房市有债台高竹摇摇欲坠过去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全部失灵 专家说中国经济的成败全都跟独特的投资导向型成长有关 中国把高达45%的GDP拿来投资远高于其他国家 但是这些热钱全都跑到低生产率的产业像是房地产 而不是创造附加价值的高科技产业 对产业转型毫无帮助 难以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这些热钱就变成债务堆垒 卡在一栋又一栋的高科技产业 最后这些热钱就变成债务堆垒 卡在一栋又一栋的烂尾楼上动弹不得 北京当局没有松口说要不要救房市 市场上弥漫信心危机 波及各行各业 让经济问题雪上加霜 提问现在中不倒 再来关心乌克兰持续反攻当中 19号这天疑似有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一处空军基地 导致相当具有战力的远程轰炸机被炸成火球 而泽伦斯基最近的发言也很有信心 因为又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培训乌军驾驶F16战机的计划 周二清晨三点不到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部的郊区突然出现一阵爆炸火光 还伴随轰隆巨像 天亮后一看公寓大楼的玻璃碎裂满地 屋顶也有破损 停放在楼下的多辆轿车都被掉落的碎片波及 原来这又是无人机残骸从天而降 住在21楼的居民一边整理爱车 一边考虑带着契尔离开莫斯科 实在是因为最近太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 俄国国防部就宣称又拦截了两架来袭的乌军无人机 莫斯科的三座机场还因此暂时停止起降 虽然这波的无人机攻击无人受伤 但是大莫斯科地区有2200万人 生活已经开始被几百公里外的乌俄战火影响 乌军的主要目标还有大诺夫哥罗德地区的空军基地 宣称炸毁了一架俄军的TU-22M3战略轰炸机 这种超音速的战机能携带战略核武 是核打击的重要一环 虽然俄国没有承认 但是总统普京还召集了官员开会 显然是无法做事不管 陈锋无人机带着炸弹一头栽进打击目标 乌军现在高度仰赖不对称作战 在乌冬战场上找防线的弱点 在乌军工作员工作位陈销 她读异了广播剧场上去 只是随时用到写真空的帮助 支援的会建议 我们与留下车发作写 我们与留下车发做出再次 我们到处里面的会议 中凡契适金来报 DON 如果您留下车 需要几个 monetary钱 没有 основ通过 不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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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掟 护士说比起美发要价70万台币的反战车武器 无人机一价只要2.1万台币 就能够对俄军的防线构成压力 物超所值 防爆性较差的装甲车或是军用卡车 就是轻型无人机的理想攻击目标 而同一时间地面部队则是伺机而动 隶属于国民卫队的Omega特战部队 镇守在乌军建设8年的要塞阿夫迪布卡 掐住占领区盾内刺客城的咽喉 但是光是击退俄军还是没办法收复尸土 举步维艰的乌军反攻 终究还是不能没有空中的优势武力支持 乌克兰刚刚获得丹麦跟荷兰点头给F16战斗机 总统泽伦斯基马不停迪到希腊球员 总理明一座塔基斯说愿意协助培训乌国飞观 除了要等受训结业 乌克兰还得解决后勤维修的问题 专家说未来的乌军F16如果受损严重只能冒险出国大修 恐怕得花半年的时间 各国前总统梅德维杰夫海大酸 欧洲各国玩玩具飞机玩得不亦乐乎 当心好日子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有钱这么大 过去公务员被叫做铁饭碗 人人抢破头想考取 但这几年却爆发了出走潮 我们来看到数据上显示 这五年公务人员的离职率 来到了6.56% 主要原因跟薪资的涨幅 没有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 有不少人都转向了国硬视野 描述的在公家机关工作的情况 今年35岁林小姐非常有感 身边几乎都是公务人员 工作稳定 但近年来公务人员离职比例高于以往 林小姐也很有感 过去令人称险的铁饭碗 现在也不好庞 根据调查发现 新北市政府各机关不含警察消防在内 在2022年就有298人离职 新竹县农业处山坡保育科 五名济市因为业务压力大离职 陶渊市水务局坡地管理科 四年内也有五名公务员请调 有蛮多公务员 他选择离职到私人企业上班 那好处当然就是薪水会比较高 一个同时他可能离职到台积 也许第一年他的薪水就可以 年薪就可以到120万 但是在公务家单位 你可能要待了好几年 然后有做升迁的时候 才有办法到这样的水平 离开铁饭碗 原因有很多 包括不喜欢长期固定一份工作 还有的是业务不讨喜 需要第一线面对违规民众 有的时候还会碰到 刻意违规的黑道 加上国营企业 还有民间企业福利增加 让公务人员光环逐渐退却 过去呢大家对向往所谓的铁饭碗就是因为觉得它稳定有保障 不过呢随着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现在的新媒体越来越发达了 再加上呢这个网络呢也是越来越顺畅了 有很多的所谓的主管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假日的时候 一样是会分拍工作的 多年前考上中华电信现在不只有稳定工作薪水每年调升 奖金待遇也很好 郭先生表示几年前就考虑公务员 但因为诸多考量最后决定报考其他类别 这几年下来适应的非常良好 我自己是觉得福利很好的 准时上下来薪水还高的 都经过奖金 然后也打官那些也不会去苛责你 台湾数据发现 110年底台湾的总公务人员数量是36.3万人 比起前一年是少了0.3万人 年减量来到0.9% 而今年四大国营企业 中油 台糖 台水 台电 一共释出了1145名名额 毕竟历年最多记录 报考率大增 四大国营事业起薪约4.1到4.2万元间 五年之内月薪还有望可以拼上6万 公务人员呢 他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全职 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私化的工作 那当然对于这个目前年轻人的吸引力 就会越来越低 那再加上现在的公务人员 不比在威权时代 是一个做官的 现在在做事 那做事的话 我们面对民选的首长 有非常多的一个 行政上的一个工作的压力 地方的政府机关 可能也要去想下 开出的这些待遇 福利 可能相对来说 虽然没有办法 跟民间的企业一定去做一个比较 不可能或许可以因为这个改善工作环境 又或者是给一些部门内成员 一些自我进修成长机会 真材环境改变 铁饭网不再固若金汤 在条件趋势的就业市场之下 求职的思维也出现翻转 也出现了巧妙波动 TB的新闻 罗网上来民台北采访报道 这个时代想买房的人 大多都以小宅为主 根据内政部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购买住宅的坪数 跟十年前相比 是减少了11.5坪 专家分析除了高房价因素之外 也跟家庭人口组成 改变有关 一开门看过去 就已经把整个屋子空间看完了 全壮17坪 而室内仅有11坪 这间位在内湖的25年小宅 就要价1788万 不过尽管坪数小 总价也不低 但询问度还是很高 回想以往在房市市场上 热销产品几乎都是以大屏数为主 而近几年的购乌走向 已经越来越朝向 买小宅 全台也正式进入购乌 30坪保卫站 算是说坪数不大 但是小宅基本上该有东西都有 这间还有附一个小阳台 那么小宅到底有多夯呢 翻开了内政部的最新统计发现 在今年第一季 在全国交易总数当中 小宅就占了41.9% 等同于每五笔交易 就两笔交易 总评数是低于25平 从整体来看 今年第一季 全台住宅交易平均评数 为31.6平 跟十年前2014年比起来 硬生生减少了11.5平 进一步细看也会发现 在六都当中购买小宅的比例 就是以台北市的54.6%为最高 若是以区来排名 又以桃园区的小宅交易量最大 第一季的买卖移转比数 达到了592比 第二名则是新北淡水区 再来则是板桥中立 以及中山区 前五名交易热区 皆来自北北桃 一方面当然除了这个房价 水位提升 你在总价预算 没有办法提高的情况下 你当然就只能去缩买的坪数 那还有另外一个蛮关键的因素 就是现在其实这个新的案子 这个公设比越来越高 你如果又想要这个 这个预算不要提高 你室内空间就势必要有所牺牲 目前这几年不断的升息 这一年多来不断的升息 还有就是央行现代 可能也有一些民众 这个自备款的压力提高 看看2017年到2022年 首善街都台北市的平均购物面积 还能维持在24坪左右 但是最新的数字 已经掉到了22.3坪 还在持续探底 新北市也仅剩下25.4坪 南霸主高雄市也跌破了30坪 六都当中状况最好的是台南市 只不过跟前几年比起来 坪数也是下滑许多 除了高房价的驱动以外 户量人口的改变也是其中关键 当小家庭顶客族单身户 正逐渐成为主要的家户组成 从2009年跌破每户三人后 持续一路走跌 最新统计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已经掉到2.56人 显示每户人口数量越来越紧简 虽然台湾的房价很贵 可是因为台湾的国土面积 比香港大很多 因此要像香港的话 出现汤房农屋这一种状况的几率 恐怕也不太高 可是如果是台湾的房地产 步入日本化之后 整个房子的规划 还有室内空间格局 包含建材 卫浴的整体的规划 都会产生蛮大的一个改变 不只这个格局方面 其实包含电器 家具的使用方面也会不断的缩小 好像照到小叮当的缩小灯一样 虽然不至于香港化 但是瓜居化已经是现在进行式 当高房价与小子化夹工 购屋居住的选择也出现变化 这些新闻中的荣誠 岳台北采访报道 全球都在往减碳目标前进 但看看国发会给出的 电动机车占比目标 要做到似乎不容易 因为就以今年7月 电动车销量就比去年同期 下滑了两成 专家说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不明朗 所以让消费者不敢购买 高价位的电动机车 李先生从油车换成电动机车 大约四年时间 骑电动机车对他来说很符合需求 电动车非常的环保 然后他的噪音也比较低 然后现在政府针对GoGo 像这种电动机车 他有补助的方案 然后像台北市的林亭的机车 他也是免费的 从价格来看 一般小资组还可以接受 充电方便性这几年也大幅提升 其实他现在陆陆续续 都有在盖那个换电站 所以其实我们 就像手机的APP 他也会直接帮你导引到 最近的一个电子充电站 他会自己给你两颗充饱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会飞出来 来到电动机车门市 电源仔细向民众介绍车款 要从油车转向电动机车 民众也经过一番挣扎 以前会担心的 现在能被解决 降低进入门槛 电动机车品牌和日系品牌联名 推出文新峰电动机车 在线话题 这个联名车款 其实在市场上反应非常好 两周就接订单超过1000张 品牌强强联手 市场讨论度高 买气跟着升温 业者对电动机车的市场前景 持乐观态度 然而实际上的数字 体现出来的是 电动机车今年的销售量 似乎有些吃力 今年前七个月 机车挂牌总数达到43.11万台 跟去年相比人有小幅的成长 单就电动机车来看 电动机车品牌在今年七月的销量 比六月还要下滑11.2% 更比去年同期还要下降20.8% 让外界不禁好奇 难道电动机车在台湾的销量 有在走下坡的趋势吗 机车挂牌总数前三大业者 依序是三洋 16.69万台 年增33.3% 光阳11.4万台 年增1.79% 台湾山业7.68万台 年减2.78% Gogoro销售2.93万台 市占6.8% 经济景气不明朗 让消费者在购买价位较高的 电动机车上锁手 过去几年其实Gogo一直努力 把整个价格带 可以扩充得更完整一点 所以我想业者自己在努力的 就是在机种选择上面 有更完整的产品 另外一部分就是 在转型的过程中 大家要对这个换电有信心 我们已经持续盖 能源换电站超过2500座 在里面投入超过100万克的电池 跟投入超过150亿的资金 机车的消费族群 以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主力 但疫情趋缓 国门解封后 这群人把预算优先拿来旅游 或是吃喝玩乐 也是电动机车 销量下滑的原因 考量口袋深度 就算要买电动机车 也是选择便宜车款 导致高阶车款卖不动 电池续航力 资费不便宜 养车费用高 也是考量的点 最近这两年 刚好因为像三阳 他们在努力也推油车的市占领 这一块 所以出了很多新车 那让换车的人就会考虑到说 我这个时刻是买一个功能比较多 然后品质比较稳定的油车 还是说买一个就是电车 来做这样的抉择 所以因为你会发现 是因为油车的成长变多了 然后让电车其实比较趋滑一些 还有一个瓶颈是 该买电动机车的消费者 都已经买了 讨论度降低 长鲜期已过 消费者觉得新鲜感没了 国发会喊出 运据电动化战略 设定2030 2035 2040年 电动机车市售比达35% 70% 以及100%的目标 有机会实现吗 我自己觉得不太肯 当然这个是政府的目标之一 还有包含所谓 现在全球都在做这种 经营碳排的事情 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 他其实在反对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全世界在走电动化的进程中 都是以汽车 甚至是大型的载具 巴士 火车等等为先驱 其实机车反而没有看到 简碳当道 电动机车是潮流 但也不见得所有消费者都接受 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电动机车产业发展 还需要再推一把 TVBS新闻张志明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您手上有几家银行的数位账户呢 这几年银行业杀进了数位市场 用存款高利率来稀客 根据金管会八月最新统计 今年六月底国人开立 各银行数位存款账户 计增7.3% 前六名的客群都站上百万户打官 在网络上锁定投资目标后 如果还有一律 客户可以来到零柜询问 不过使用者想完成的业务 在网络上其实也能达成 过去必须要到零柜才能办理开户 或是投资理财等 现在银行数位化的推进 也解决了使用者在乎的便利性 而且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也不一定 只是单单的使用一个数位账户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说 像网络银行的有一些 哪些优惠比较好 然后像其他家的哪些优惠比较好 那我们就会着重使用那一家银行的 就是数位账户的一些优点 我觉得一般人有的时候到分行去 还会有一个担心 就是怕可能分行会指派李专来 做一些销售或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如果你自己很清楚 你要买的标的物是什么的话 其实在网络上按一按 可能10秒钟就完成这笔交易 数位账户的使用者在乎的 包含各家透明的利率优惠 必然是他们愿意投奔的重点 而各大银行也都在抢新时代客群 金管会8月2号最新统计发现 国人在2023年6月底 开立各个数位存款账户 已经达到了1751万户 计增7.3% 各银行数位存款账户前6名 包含台信银行332万户 局管地位不败 再来是国泰市华冲破200万户 来到了208万户 Livebank则是以157万户列在第三 依序是永丰银行 第一银行以及中信银行 实际上就是在数位的交易上面 跟数位的一些核生认证上面 其实在防疫期间都有一些例外的 一些措施出来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已经预见到 很多的银行只给新户 一些相对的一些优惠的专案 我们银行其实对于救护 就是已经往来的客户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优惠专案 对于纯网银起家的王道银行 则是致力增加客户粘着度 因为从市占率来看 居管的台信银行连6计下滑 降至19% 国泰市华市占近12%也趋缓 都显示各业者积极瓜分市场 因为走过疫情 主管单位对于数位交易的看待 也从保守走向认同 即使在2018年 就开始第一家这个网银 开始申请 那也是过程当中 也是很多的一些限制 那其实2018要开始 事实上已经非常晚了 银行再不觉悟的话 那晚餐都不饱 所以是有点被迫 要进入这个市场 虽然积极开发让户数增加 但获利模式才是银行的重点 例如让宿存户转成贷款 外汇理财 搭配获利型商品行销渗透 拉高宿存货的利益贡献度 我们不是追求客户数量的快速增长 而是质量的一个增长 那目前来看 我们其实非常的开心 可以说其实我们的目的是有达成的 但银行端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借着网银更快的去扩张它的客户群 然后它也可以减少它的成本 因为分行不需要开那么多了 金管会数据显示 6月底国营新救护占比约7比3 显示大多数的传统银行 仍然倾向创造新客源 不过救护绝大多数的利益贡献度 远大于新户 要如何成为银行有利的客户 不仅仅是追求户数多寡 实质的利益贡献度 依旧是最终目的 TV北新闻和张安西丹齐台报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 有些病菌变得更难杀死 竹鹰就在抗生素的滥用 台湾虽然不至于如此 但也因为当时全球的药品缺乏 变成医师只能先用 比较后线的抗生素 这都加速了细菌 抗药性的产生 还是很怕就是不知道厂商 他会多久来供货给我们 钥匙从柜子里拿出库存的抗生素 感叹缺货缺的严重 都要排单 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排个两三罐 安萌西临 投袍俊素 跟厂商叫药 快的话要排一两个月 诺坏宁也限量供应 并换有厂才有 目前都是缺货 一天都是限购一盒而已 缺抗生素情况多严重 生残影从几个方向也能观察得出来 以前泌尿到感染 就是说没有那么 就是说严重到去住院 最近就是碰到一两个 就是说他们去住院 严重到去住院住了一个礼拜 替代的药有时候 他没有办法把他体内的细菌 完全杀死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有抗药性的产生 那可能他会让他的病情 变得更严重 原物料的缺乏 是造成抗生素荒的原因之一 恶物战争造成一些 能源的一些上涨 那药厂他在这个 等于说这个供应上 电力的供应 各方面的一个成本的增加 一片都是R R的意思就是 对这个药物是抗药的 那这样高度抗药的病菌 我们选药就非常的困难了 来到台大医院 感染管制中心主任很无奈 患者各种抗生素反应结果都是R 也就是具有抗药性 当这么多抗生素都没用的时候 遭感染的患者很有可能面临无药可医 假如这个病人他因为年纪大 他因为他本来就肾脏不好 那我剩下的唯一的药物 假如是有肾毒性的 你知道我们很揪心 常常就要跟病人说 我们今天只有 剩下这个首选药物 只剩下唯一的药物 可是很伤盛 我们真的要跟你说 那为了救命 我们只好用 肾脏打坏了 我们只要起肾 他取得谅解 那很揪心 那可是以前的话 就是好几个药给你挑 疫情后抗药性细菌问题变严重 还有一个原因 是抗生素不正确使用 临床上会将抗生素分为 第一二三线用药 前线药物优先使用 当前线抗生素有效 后线的抗生素就不必使用 当细菌对第一线抗生素 产生抗药性 才会出动后线药物 疫情期间 各国医减量能不足 开立许多广效抗生素 于是导致抗药性问题 过去我们一直从感染管制上面 去努力 然后从药物的 就是合理使用去努力 那这个国家也很重视 我们努力了一二十年 但是挡不出整个 整个大洪流 以治疗呼吸道与泌尿道感染的 安萌西林为例 WHO指出去年底至少有 百分之八十的国家 存在短缺问题 食药署也将安萌西林 列入十五种缺药品项中 抗生素成为各国国安问题 这背后与药品价格也有关联 国际厂或台湾厂都认为没有利润 大家转向认为慢性疾病比较好赚 4月1号开始砍健保价 健保价一砍的话 那现在大家买便当都非常有感 100块的便当变成120 那药品反而就跌了大概 就是大概3%左右 原物料价格上升 药价利润变低 可能让厂商打退糖股 对此健保署启动特殊机制来营营 核架上我们会重忧 那另外我们也期望 透过这个价格的保护 来让稳定供货 不要让临床要用的时候 没有这个抗生素可以使用 很多原料药商也来反映说 其实原料的波动很快 而且以前是一年一动的 现在几乎两三个月 一剂或半年 他们的原料药的进口量的 采购价就会提升 那我们就会用成本法来计算 就来重新讨论 我们应该合什么样的价钱 抗药性问题被WHO 称作无声的大意 若肾行率持续恶化 估计2050年 全球每年有1000万人 死于抗药性病原感染 面对更毒的细菌 更少的药 这场医药战争 无人能免疫 TVB的新闻 陈后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